午安 歡迎收看板田站法 那最近的盤我用兩個字來形容 我跟你講說叫做環掌 從農曆封關年前 我跟大家講說這個行情叫做先蹲後跳 那新春開盤之後 我跟你講說先看反彈1 2分的位置 那上禮拜的時候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行情在一個整理 它是以1 2分 那反彈1 2分接下一百點的附近上下整理 這個禮拜我一直跟你講 這個盤叫環漲 環漲 你會發覺這個盤都是這樣 都是漲一下回一下 漲一下回一下 然後再偷拉一下 都是那種慢慢漲 可是基本上這個地方指數空間是不大的 然後它是個股表現的 各位最近很多很多很多人 都在跟你討論這檔股票 它叫5305的敦南 很多人都跟你這樣在講這檔股票 它叫5305的敦南 為什麼很多人在跟你講這檔股票 我先講一下原因 為什麼很多人在跟你講這檔股票 5305的敦南 為什麼很多人 因為它最近連續性的大漲 但是我必須誠實講 這支股票是我在這個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 應該講上禮拜五開始 我自己的節目 跟禮拜一非凡的前線百分百 晚上10點到12點的時候 我在瑞涵的節目當中 我跟大家講說 在這一次MWC世界通訊展當中 其實它的主軸放在兩個地方最大 第一個地方叫做指紋辨識系統 第二個地方叫做所謂的無線充電插座 無線充電插座 我說國內有一家 它唯一就是這兩個都有做出貨的動作 它叫做5305的敦南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在這兩天開始跟你講 但是過去這檔股票在第一檔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過了 我帶著我的會員做買進的動作 伴隨著禮拜一的時候 那我在前線百分百一講的時候 左恩大盤在整個早盤下殺的時候 他就整個拉到漲停板了 今天繼續走高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你記不記得 我在這個節目當中 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一定要把台北股市一年來的形勢力 先掌握在手中 這一年來的形勢力是什麼 當1月7號的時候到1月10號的時候 有所謂的美國CS展 當然這日期是附近 1月7號到1月11號是美國的CS展 美國的CS展是什麼 它告訴你的是消費性電子 那帶出來的是穿戴式裝置 過年前我跟你講操作股票4944兆元 8121的月峰還有6202的 這6202的盛群是所謂無線充電的 那4940兆元跟8121的月峰 都是我跟各位不斷的講一些 所謂趨勢的股票 那1月份你操作這種股票 到了1月16到1月18 還有1月31到2月4號 然後1月16到1月18是所謂 日本的東京造明展 那當時我跟各位講的一檔股票 叫2340的光磊 記不記得 好 這股票都紛紛的大漲 那為什麼這些股票會大漲 今天我用一個 算是一個規律的諺語 跟各位來做解釋 看你聽得懂聽不懂 我覺得股票市場要賺錢 最重要是觀念 各位不是你在那邊忙進忙出 突然的決定 不是 是規律跟觀念 規律跟觀念 什麼叫做規律 什麼叫觀念 來 我們談規律的部分 好 規律 生是一種偶然 你能出生這是一種偶然 是你父母所配語給你的 老是一個自然 病是一個突然 死是一個必然 生老病死 生是偶然 老是自然 病是突然 死是必然 在這生老病死的過程當中 我不知道各位 套回股市裡面 你能悟到多少的東西 我常跟各位講 其實操作股票 就像做功課 做學業一樣 它是有規律性的 你到底什麼階段 該做什麼動作 你其實都是有規律的 各位 在第一個階段 我講過了 最重要就是 美國CES的一個 所謂CES戰 CES戰 那麼接下來比較重要的 接下來最重要的就是 2月27號 2月24到2月27的 MW世界的通訊展 再來重要就是 MW世界的通訊展 我說今年做股票 只要你願意去換股操作就好了 你只要能掌握幾件事情 就OK了 第一件事情什麼 你把台北股市今年的形勢裡 把它完全的掌握 到底從1月1號開始 一直到12月31號 台北股市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重要的大事件 會有什麼重要的一個參展 其實你只要照這個所謂的規律 往這方向去走就好了 這個規律再講一遍 生是偶然 老是自然 病是突然 死是必然 各位生老病死都有規律 股市也絕對有規律 股票市場要賺錢 最重要的兩件事 一個是規律 一個是觀念 你一定要進步 你不進步你絕對賺不到錢 所以今年第一件事 把這個形勢力放在身邊 把這個形勢力放在身邊 從1月1號開始 一直到12月31號2014年 到底有哪些重大事情完全掌握 好接下來就重點來了 我為什麼說這兩天 很多人跟你談這檔股票叫做敦南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各位可以看看這個地方 我給你看這個地方 先給各位看這個地方 5305的敦南 5305的敦南 是MWC 國際大展的 國際通訊大展的一個概念股 那麼它做一個環境的光源感測 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今年是所謂出產 所謂的一個無線充電插助 跟所謂的一個 我們講說在這段無線充電插助 跟指紋辨識系統的晶片 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只要規律往這個方向走 你就會成為最大贏家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在今年全球最重要 從現在開始 第一個叫 先前的一個叫做美國CES站 這叫消費電子站 你看到這裡面股票 我今天用K線給你看 我直接用K線給你看 這都是我當時帶大家做的股票 來3529的一個所謂的力望 我講的時候是在這 70多塊 今天收在這115 我說它是進場通訊的 它叫做所謂進場通訊 就好像未來手機基本的配備 它的毛利率100% 當時我講70多塊 現在漲到111.5 漲停鎖死 你再看4944的趙遠 有沒有4944趙遠 藍寶石金棒的 今天創新高 然後也是漲停鎖死 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再看8121的月峰 有沒有 8121月峰也是我帶你做的 差不多來挑戰新高 你看這種趨勢都一直往上 再來5272的申科 5272的申科 我43塊的時候跟各位介紹 今天68塊7 我43塊跟各位介紹 然後再來2379的瑞育 5388中壘 3380的明太 3057的橋頂 這是當時CES展 各位 如果說你今年一開始的時候 你把這形勢力握有 你把這形勢力握有 再來 你把接下來三個重要大展 一個美國CES展 一個接下來是MWC 國際通訊大展 再來接下來就是德國的 德國大展 這是三月多的 大概是在這附近 三月多的一個德國 德國的一個展 我們來看一下 在東京過來 德國3月10號這附近 德國的一個展 電子展 全世界有四大展 第一個叫做 美國消費性電子展 叫做CES展 第二個叫做MWC 世界通訊大展 今年是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第三個叫德國大展 是三月 應該在3月10號這附近 最後一個是 台北國際電子大展 是在6月份 各位這個東西 真的非常重要 你只要往這裡面走 你看我最近所講的股票 都是創新高 不斷的創新高 不斷的在走高 你幾乎做這些股票 沒有人不賺錢的 但是如果你不往題材走 你不是照著規律走 各位你絕對不會賺錢 那今年的台北股市行事例 希望你真的好好把它珍惜住 從1月份開始一直到12月份 到底有什麼展 它都是清清楚楚的 然後你就往這個重要的部分走 第二個就是 這裡面台灣 國際這個電子大展的 社會概念股當中 我跟各位講總共有四大展 是最重要的 你先把它記起來 第一個是1月7號附近的 美國CES叫做電子消費展 第二個是2月24號附近的 叫做所謂的國際通訊大展 叫NWC 這是今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那第三個是在3月10號附近 叫德國的一個電子展 那第四個叫做台北電子展 那應該是在6月多 這四個展 它每一年影響股市是最重要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們把台北股市的形勢力先掌握 那第二件事情最近喔 你要注意喔 從CES展 我所講的每一檔股票 全部都是大漲 只要是它相關的族群 只要是這個展 這些股票一定狂奔大漲 可是接下來你看我幾乎把錢喔 全部都開始往這個MWC股票的 這個所謂的參展的股票 去做移動的動作喔 那MWC的股票到底是哪些 我想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因為最近都在漲這種股票 像5305的敦南也好 像2332的友訊也好 像這個2458的翼龍店也好 像這個所謂2454的聯發哥也好 像5388的中聯 其實全部都在這裡面 那其實這裡面掌握 你要是最近就是一定要掌握這一塊 可是接下來有用心的人 你要開始掌握德國的一個展 因為接下來MWC一旦進入的時候 或是開始利多出境的時候 接著下來又是德國展開始牽引 那有沒有一種CES展 一直連貫到所謂的MWC展 再連貫到德國的 其實有 這裡面都有 你自己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各位這份珍貴的資料 我們今天總共帶來20份 你可以利用現在免費諮詢的專線 080055 808 或是在節目中廣告諮詢專線 免費來索取 那我想今天要送給全國的電視機前面觀眾朋友 其實你真的去做這些股票 你看看這裡面的股票 每一檔 在每一個這個所謂舉辦 這個電子展的過程當中 都是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 有沒有創新高 我們來檢視一下 從所謂的美國CES展當中 所參加的內容 第一個3529的力望 你自己看 4944兆遠 8121的岳峰 5272的申科 2379的瑞育 5388的中壘 3380的明太 3057的橋頂 各位 這是美國CES展 帶出的主軸 那接下來第二個 開始進入MWC MWC其實這兩天我講的最 在上禮拜一 這禮拜一 我在前千百百百 跟各位講的一檔股票 5305的一個所謂的 5305的敦然 你自己去看 然後這兩天我在節目上 有講一些像2316的一個男子店 今天又創新高 2332的這個所謂友訊 友訊又創新高 我直接跟你講 其實你現在 一定要完全掌握 從CES展當中 延伸到MWC 接下來 德國的一個 電子大展的股票 你也要在這個地方 通通把它掌握住 如果你是一個專業操作者 如果你想成為最大的贏家 我覺得這種基本功 你不管是任何人誰 都不能缺少 那今天我們帶來 這份珍貴資料 總共有20份 要免費送給大家 按照你節目中 廣告諮詢的專線 各位 您電話優先的順序 前20名 我們免費送給你 送完為止 希望你好好把握 下個階段 回到現場 我們再聊 從世界凱旋歸來 在台灣 你更該擁有心中的熟悉 國王的城堡 國王的城堡 家人的榮耀 皇后的花園 林口第一 上海豪宅 世界首席 全新落成 26006688 投資 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 最佳利器 入匯諮詢專線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得投顧 您是否和我一樣 能勇敢面對任何的挑戰 雖然我們無法預測未來 但現在微型保險 能為您及家人提供多一層保障 只要您符合承保條件 付出少許保費 就能向保險公司 投保微型保險 獲得基本保險保障 微型保險 守護弱勢家庭 選擇微型保險 做您打拼的依靠 詳請請假 微型保險專線及王子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關心您 歡迎再度回到版權戰法的現場 今天是小跌5點 那成交量592億 預估今天826億 你有沒有覺得最近 大家都跟你講說量不夠 其實我常跟各位講 2014年喔 它是一個選股不選市 大不如小 是重題材的一個年代 它是選股 是重題材 然後盡量找中小型一點的股本 不要去買太大的股本 像買台積電 聯電 這個所謂非常大的股本 其實空間真的不大 那今年有比較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幾個步驟來 你把它記起來 第一個 我先掌握握有 今年1月1號開始 一直到12月31號 台北股市的形勢力 會發生什麼大事 我想這份珍貴的資料 你一定要去把它找出來 掌握起來 那其中在1月到12月當中 有四個最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在1月7號附近的 美國CES展 這個是消費性電子展 最重要 第二個是2月25號這附近 2月24號到2月27號 世界通訊展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是在3月10號附近 德國展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 6月3號到 6月3號附近的 台北國際電腦展 這號稱全世界四大展 那在這參展當中 它所影響的 所帶動的股票在哪裡 盤面主軸就會在哪裡 各位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個叫規律 好 美國的CES展 我們照這一格 美國CES展當中的股票 有3529的力旺 4944兆遠 8121的月峰 5272的森科 2379的瑞育 5388的中壘 3380的明太 3057的橋頂 各位你把這資料 如果說你今年從1月開始 這個所謂CES展 你就握有了這份資料 你去做這裡面任何一支股票 你自己去看看 哪一支股票不是創新高的 你來找我 同樣的喔 你現在碰到了2月28號的 世界大通訊大展 跟3月10號附近 我講都是附近喔 2月24號附近的MWC 世界通訊展 跟3月份德國展 各位接下來影響的股票 它的內容在哪裡 這就是現階段你要掌握的東西 那我就開始講 我最近帶你操作的 最近帶各位介紹的股票 來 這檔股票叫做敦南 你可以公開驗證 我在這個禮拜一 在所謂的非凡的前線百分百 我就公開的跟各位 從產業基本院分析說 這一次啊 所謂的一個MWC世界大展當中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它講的是一個所謂的 無線充電插座跟指紋辨識系統 就像過去CS展一樣 它講的穿戴式裝置 有沒有 好 敦南 你這兩天保證你看到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這股票 但是還能講別的嗎 它有沒有這麼完整的告訴你 這些參展中重要的廠商是哪些 這檔股票叫男子電 它也是創新高 它是4G概念股 最近我在電視上 也常常推薦介紹這股票 為什麼 因為中華電信7月開台 中華電信是給艾力信 艾力信這次奪得 中華電信的基地台的得標 那本身來講2419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重期 是艾力信的一個供應商 那重期股價就一直強制反應 這是在台灣部分 台灣部分總共要蓋 3萬5千座的基地台 可是各位你知道嗎 在中國大陸這一塊 誰吃下來 2316男子電吃下來 那它的出貨對象是中興跟華為 我稍微介紹一下華為這家公司 華為這家公司去年營收 大概有2400億的一個人民幣 其中在4G基地台建設的部分 佔全球45% 所以今年誰供應華為 誰供應中興 他是最大的贏家 所以我最近在介紹這個所謂的 這個2316男子電 那2316的男子電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今天在這個地方 早盤我在10點半一講的時候 啪就上去了 在飛盤的連線 那我談的都是一個產業觀念 好 這些其實都是我跟大家一直講的 然後再來 有沒有3035的資源 所謂4G概念 我常常講說 今年有幾個產業非常的明確 4G是百分之百啦 那種什麼通訊大展跟4G都有關 你看到資源在這波3035的這個資源 是不是就這樣一直走 震盪震盪一直走高 震盪一直走高 就這樣一直不斷的創新高 而這些股票 都是我們帶你操作 介紹換股的標的 再來這檔股票 4G概念股 致意 有沒有 我一直跟你講 已經做了N趟了 那麼去年的營收大概4塊多 今年要跳到5塊多 那股價 我認為當時44塊給你介紹 太低了 他會將來一直走 所謂的一個波羅威的模式 一直往上走 那接下來呢 像這些所謂的一個 電子大展當中 有沒有 月峰 同樣的在當時的低檔 44塊的時候 我跟你介紹 都是在這個所謂的題材裡面 月峰 有沒有 甚至我跟你介紹的趙遠 有沒有 4944的趙遠 當時買的時候 30. 那時候買的時候 30.85 30.85 今天 37.95 再創新高 為什麼 因為它是來自這份資料裡面 美國CES展的一個概念股 來各位再注意聽喔 現在要漲的股票都是在這一塊喔 這一塊喔 這一塊要漲完的股票 就在這一塊囉 所以這些到底是什麼股票 你一調握有 比如說 最近你看到大力光 是不是很強 你看到敦南 是不是創新高 你看到友遜 明太 宏基 中壘 核勤控 創意 中華電 華碩 它為什麼會漲 都一定跟參展有關 但是重點是 從CES展一直到德國通訊大展 CES展一直到所謂美國的MWC 國際通訊大展 西班牙這次MWC 巴塞隆納的MWC 國際通訊大展 一直到德國的這個大展 我跟各位講喔 都是這些族群 那這裡面有教你怎麼去選股 這裡面有告訴你這股票怎麼漲 然後呢 我常常跟各位講說 在操作上喔 你選好股啊 你選對股啊 你就一生榮華 但是你選錯股啊 你選錯人 就一敗塗地 也就是說 從過去你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當中 一直跟各位強調的 還是觀念 操作 投資 產業 我很少跟你講說 去什麼做股票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跟你講 寧可你不要說去做股票 你寧可去說 我選擇投資產業 各位到底有什麼產業 今年會好的 生物科技會好啊 LED會好啊 然後呢 4G概念一定會好啊 然後呢 每一個階段的參展的股票會好啊 這些一定會好的啊 然後2014年操作的重心 又是選股不選市啊 大又不如小啊 然後重點又再放在題材身上啊 然後每一次技術面的轉折 你摸摸良心 我是不是跟你講得很清楚 農曆封關年前跟你講 這個行情叫做先蹲後跳 農曆新春開盤之後 我跟你講會先見反彈1分之1的位置 上個禮拜跟你講 在這個地方是屬於一個整理的格局 他談到1分之1 再上來100點就是在這邊整理的 絕對不會說太高 他就是到了大跳空的缺口 就是要整理 這個禮拜我就跟你講兩個字 叫做還漲 反正都是漲跌下來修一修 漲跌下來修一修 那個動作很慢很緩 下個禮拜就不一樣了 下個禮拜進入主軸熱門題材的時候 如果能跨越所謂的一個MWC展 再接到德國展 這些股票一定會狂飆 那到底有哪些股票 從過去的國際電子大展 我們來請導播照近一點 這一格 那麼當時的力旺 當時的趙遠 當時的月峰 當時的申科 當時瑞育中壘明太 喬鼎 各位 您自己去看一看這些的產業 是不是排面主流 那這個禮拜 開始一直到月底 一直到月底 半個月時間 都會在MWC 這個所謂大展的身上重點 那你要開始往它身上移動 但是更重要的 如果MWC你能掌握住 順便把後面 德國的一個大展相關題材概念股 把它完全精準地掌握 各位 破天荒啊 破天荒三分之一 專業誠信負責責任制 三倍奉還 希望你好好把握 在2014年的操作當中 打破過去傳統的舊有觀念 那種起漲起得的觀念 從事一個新的人生投資的角度觀念 第一件事情 先掌握一年的最重要的形勢力 一年最重要的形勢力 那第二件事情 再從形勢力當中 去誤導投資跟人生的定律 跟人生的觀念 所謂的規律就是 生是一種偶然 老是自然 病是突然 死是必然 都不必怕 生老病死 只是在生老病死的這過程當中 你是一直在做賠錢的動作 還是願意改變人生 重新的規劃去做賺錢的動作 你來找我 我不可以跟你囉嗦 你縱使帶著股票來找我 我直接就告訴你去換股操作 第一個 你一定要把這樣的一個珍貴資訊 把它握在手邊 第二個 你一定要把相關族群 誰會牽動大盤的 在這個地方相關族群 會牽動大盤的焦點主流股 你一定要把它整理出來 然後按部就班的 就像我講的 人生的一個規律一樣 生是偶然 老是自然 病是突然 死是必然 那麼抱著一個觀念 非常清楚 選好股選對股 你一生榮華 但是選錯股選錯人 你一敗塗地 各位 今天把握這個機會 破天荒三分之一 專業誠信負責 責任制三倍奉還 那接下來 你就跟著我的腳步 全部的 往這樣的題材 跟接下來這樣的題材 這樣的股票 去做移動的動作 想要成為最大的贏家 一定要做好最充實 最完整 最認真的準備 而今天我們帶來這份珍貴 國際電子大展 社會概念股 從CS展 MWC展 到德國展 這些珍貴的資料 我們今天總共帶來20份 要免費的送給你 有需要的人 想要的人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按照你電話優先順序 前20名我們免費送給你 祝福你操作順利 明天同時間再會 把握這個機會 有需要 節目中廣告知情專線 來電 一通電話 改變你的人生 讓你反敗為勝 祝福你操作順利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價罪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直擊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是陳彥波 每次極低冒險 安全是我的堅持 我喜歡冒險 但絕不冒險酒後駕車 只要喝酒 就應該選擇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當指定駕駛 負責開車送朋友 好 出來了 貨早親友接送 拜拜 也可搭乘計程車 只要喝酒 就不開車 交通部關心您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好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殺了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個我 做好環境清潔 清除積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革樂的威脅 啊 毀了我的家 就沒有千千萬萬個我了 奇怪 說的要吃 我都不會要洗 怎麼這樣 這麼洗就洗不完 錢就像在放水流 好煩 好煩喔 是 我看你困難 你又用不亂 你每天忙來忙去 都忘了照顧自己 我當然要按時幫你繳國民年金 好煩喔